講義第一頁 講金錢的共修 維諾請準備 先請把心靜下來 為自己 為家人 為國家以及無量的眾生 虔誠的一起念 普賢行願品 送的時候請專心聽沐魚的速度 好 請 南無華爺 鬼山河佛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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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佛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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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生于阴 一切便利静不易 浮现红颜为圣灵 浮现一切入胎间 一身护千沙神神 一遍利沙神佛 一身统生师佛 各是菩萨众伟众 浮现华皆生于阴 神学之佛皆宋满 各一切应送海 浮现无精妙愿之 静以未来一切皆 占佛深深共多海 彼此醉送渺滑满 既也涂下既散开 彼此醉送庄远行 我已供养之佛来 醉送一乎醉送相 莫相相亦同志 一切入妙靠情 我已供养之佛来 我已广大身解敬 神行余皆善事佛 神已不先同眼灵 不便供养之佛来 我已所造主而言 皆有无事谈诚 皆有无事谈诚实 众生已一致受伤 一切我今皆传位 神行余皆有无事谈诚实 我今皆有无事谈诚实 lust无事联群络 有菩提者 花经一切皆全心 转与无上妙法轮 自我多意识念海 我岂止颂合现心 为人就自杀身经 愿你来一切诸众生 所有地产供养佛 请我知识转化轮 随即三位置善根 回向众生寄佛道 愿将一世生共同 回向无上真华剑 请向佛发起送仙 二体荡荡三美音 都是无良功德海 我今觉世今回向 所有众生生同意 见佛谈盘华华东 若是一切知也众 去皆消灭尽无益 连连日周亦化解 宽度众生皆不退 乃至极空事皆尽 都能够用 折尊无益 连连日周亦化解 如自四万光 无天 愿尽微相依 独自 南无大红菩萨菩萨 南无大红菩萨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耶 独大解脱耶 得地言阿弥陀佛 地阿弥陀佛比较南 地阿弥陀佛比较南 谢明里谢谢那子 得地撒谱 南无阿弥陀佛耶 独大解脱耶 得地言阿弥陀佛 牛皮阿弥陀佛比较南 地阿弥陀佛地阿弥陀佛 西大卧 dopamine 取登佛比较南 地阿弥陀佛 摕胺眼 tomato chub ment faster 南无阿弥陀佛耶 独大解脱耶 独大解脱耶 独大易陀佛 至 바� life opposite understanding 山本 在佛迴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耶 独大解脱耶 独大解脱耶 独大gie 得地言阿弥陀佛 佛彼阿弥利 得 祈丹佛彼阿弥利 得 地迦南 彼阿弥利 得 地迦南 得 切 明 理 切 切 哪 子 得 迦 利 撒 佛 佛 好 各位 联友 大家晚安 请合掌 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纪 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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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 谢谢 现在请直接进入经文 昨天放了菩提家爷的朝圣档案 今天呢 讲经前曾经在放过 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 时间是很宝贵的 生命就一天一天的过 所以我们就直接看第六页 第九行 昨天讲到 发菩提心行六度万恨 要有七个条件 一个是远离法 一个是亲近法 今天看第六页 第九行 五者 离于放逸 娇慢 懈怠 自恃小善 轻蔑于人 六者 离于外道疏论 及世俗闻诵 其是言辞 非佛所说不应赞颂 意思说我们发菩提心的人 要远离一些恶的因缘 现在讲第五个是要离于放逸 放逸是指心散乱 娇慢是指骄傲 懈怠呢 是觉得懒懒的 什么都不想做 自恃小善 就是自己认为 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善事 就轻蔑于人 就看不起别人 放逸 娇慢 跟懈怠是指内心中的烦恼 在《白法明门论》里面有讲到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我们也有善根 但是 从《白法明门论》里面去比的话 我们的善根 是比烦恼比较少一点 所以世俗话常说 学好要三年 学坏就三天就可以了 可见我们心要学着 不要放逸 不要娇慢 不要懈怠 尤其是不可以 因为做了一点点 小小的善事跟功德 看不起别人 那对于对质 看不起别人 最好的方法是 随喜功德 在《普贤十大院》里面 在座很多联友都听过 但是今天提供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就是 我们从早在晚 在家出家 在现代的社会都很忙 在忙与忙碌当中呢 你怎么掌握你的羞耻 一个很重要的是 转变你的心态 转变心态里面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我们常常看不得人家好 譬如说那个人擦花 就很庄严 到了佛堂来 人家赞叹他 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会擦日本坊 只是我没有时间 只是没有机会而已 其实你是酸葡萄的心理 回到家里 看到老婆煮饭煮得很好吃 老婆很希望老公赞叹她几句 她就说 跟平常美衣什么差不多 我跟你结婚了一辈子 你也炒不出新的菜来 心里想 真的还不错 我真肚子饿了 所以我们人是很奇怪的 常常不愿意真实的面对自己 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嫉妒心 看不得人家比我们好 但是呢 要转变这个心很难 所以我们要修水喜功德 注意听 水喜功德就是 当你看到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 我们要很真诚的说 哎呀我真的很赞叹她 水喜她的发心 跟水喜她的功德 我再讲一遍很重要 水喜她的发心 也水喜她的功德 注意 不是叫你贪功德 很多人理解水喜功德 也理解了错 哎呀那我就不做 她做啦水喜你啦 对不对 你这个人比她还更狡猾 所以心要很小心 你是真心假心 讲一句真话 有些人你骗得了 你骗不了佛菩萨 你骗不了天龙八部 你骗不了别人对不了 骗不了你自己的因果报应 所以不要太装假 知道吗 所以要生水喜心 不要嫉妒别人 譬如说你看人家来 Jorge海英古斯好了 很多连友上了班 下了班还来 对不对 布置这么好的场地 我们要感恩 因为我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这个机会 不一定没有这个能力 为别人服务 你心中真正生起感恩 你就会生喜水喜 因为你的心水喜 所以你的心量就打开了 所以你的功德就产生了 这不是最高明的方法吗 根本不用你花钱的 很多人都误以为 佛教要花钱才修行 我觉得可能理解了 一半是错误的 因为后面 布施波罗蜜会讲到 当然你愿意发心出钱 护持做很大的功德主 当然你有你的福报 但不一定是功德 功德是让你的心清静 福报是让你越来越圆满 但是你脾气还是非常差 所以心很重要 随喜别人 但随喜别人 并不是贪人家的功德 而是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 简单地说 有些人是有能力 他不想做 第二种是想做没能力 第三种是基本能力 又混混 懈怠 装傻 更不想做 这是最没善根的 最好的是 有能力 又肯发心做 这个再叫菩萨 摩合萨 后面会讲到菩萨 菩萨并不容易做的 各位你若注意的话 每一页讲义 我上面都打什么 普贤行愿品 三世一切诸如来 最圣菩提诸行愿 我皆 供养圆满修 以普贤行 悟菩提 下面打的是什么 商业金色的三个宗旨 我讲的 这个叫做 3 勉励我的学生 鼓励我的朋友 在无量无边的精神里面 融入在现代社会里面 应该常常要学习 关怀跟奉献 英文叫learning consideration and contribution learning 它有个object 你学习要有个对象 学什么 法门无量誓愿学啊 你以为发了心 受了戒 披了袈裟就做菩萨了吗 一种菩萨 后面会讲 出发心菩萨的凡夫 你还是凡夫的 但是你有菩提心 接下来 你要不断的学习 学佛法 学世间 一切可以帮助众生的能力 不是像很多老菩萨讲 哎呀 为什么要受戒呢 受菩萨 有披慢衣 我可以站到第一排 靠近佛祖比较近一点 其实哪个地方 都可以看到佛祖的嘛 知道吗 所以不是说他讲的错 而是他理解的不太正确 所以要不断的学习 第二个 consideration others 关怀是讲自己跟别人 当然你也可以关怀你自己 深口意 可是这里的重点是要主动的 无所求的去关怀别人 第三个contribution 想想你来了人间 你对你的家 你的责任 你的学校 你的公司 以及你是佛教徒啊 你对佛法 众生跟正法 你贡献过什么 这三个很重要 所以后面菩萨道 我会详细讲 所以希望这第五段 提醒大家 要生欢喜心 随喜你的别人的功德 但不是贪人家的功德 有一些连友呢 学佛法 学的不是很正确 其实也蛮狡猾的 听到诵经有功德 哎呀 我告诉你 师父法你们都诵经啊 我供养啊 不要忘了功德回向给我啊 你等全世界回向给你啊 那假如这样能够成佛的话 我告诉你 大悲观世音菩萨 释迦摩尼佛 要是如来 阿弥陀佛 他一念的神通力 都回向给一切众生了 他会不做吗 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举一个例子 就像外面的太阳 夏天的太阳 太阳是所有的众生 他都照啊 他不会说是新加坡人 印度人 美国人 华人 他有些人照 有些人不照 他是一切众生都照 代表平等大悲心 但是有个问题 很多人很酷 戴墨镜 还拿个黑雨伞 那当然光线就要照不到你咯 更有人更酷是极端的 脱光光日光玉 所以你看众生多可爱 不应该讲多颠倒啊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啊 所以不要期望 当然回向有回向的功德 在后面会提到 但是不可以有一种贪心 你心中的贪的烦恼没断的话 你还是会轮回的 请看第六个 离于外道书论 在皈依三宝的时候 在座都皈依过 都会说自皈依佛 永不皈依外道天魔 自皈依法 永不皈依外道典籍 自皈依身 永不皈依外道邪众 佛为什么要大家这样子发愿呢 听好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是一个老师 现在教数学 你现在教数学 是要教他 二二得四 二一得二 二二得四 二三得六 这样子的九九乘法表 结果他上你的数学课 上了没几个 又跑出其他的 对不对 去修加减乘除 微积分或打电动 待会回来 下课的时候 起立他又跑回来 请问你对这样的学生怎么办 你只知道告诉你 Stop Don't go outside Otherwise I kick it out of you 对不对 请暂停 不要总是往外跑 不然我把你踢出去 那你对他好吗 其实你希望他好 为什么 Don't move more She more more Don't move more 你是这堂课什么都没学到了 四十分钟呢 有二十分钟还打瞌睡 十分钟还传纸条 对不对 你哪能够学到你要学的东西啊 所以当时我当小学老师的时候 我上课是非常严格的 愤怒金刚 为什么 我不专心的教你怎么办 下课你跟我哈拉 说笑话都可以 中午吃饭都可以 上课的时候要很专心 我一个人要教五十个学生 那时候 现在当然改了二十个啦 或十个都教了呱呱叫 我们要教五十个 那时间那么短 进度那么多怎么办 我还要分组老师教 所以我上课的时候 绝对很严格 是因为我为你好啊 不然浪费我的生命 也浪费你的生命 同样从这个角度理解 佛陀为什么说 归于他以后 永不可以归于外道天魔 是要让你认定 成佛解脱的这个 成佛大道 不要三番两意的 你们呢不能呢 今天呢 拜拜释迦摩尼佛 明天拜拜答备公 后天又代不代什么公 什么公 老实跟你讲 佛陀佛陀是不会保佑你的 对不起我是法师啊 无碍无师 我更爱真理啊 我必须讲真话 我不会哈拉哈拉的 讲好话给你听 因为我害你 我对不起你 我有因果 但是假如你家里是 一半佛教徒 一半佛教徒 一半非佛教徒 比如像我们家 一贯道啊 也是佛教 可以 但是有些东西你要坚持 横顺梦身 不是横到最后 好了我就跟你一起去轮回 No 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横顺智慧是有条件的 有智慧的 所以 听好你要真心做佛教徒 你就应该把外道的减迪 减书 外道的书论 风水的 算命的 对不对 看星象的 通通都丢掉吧 所以对我们出家人的 比丘跟比丘尼里面的戒律 是不可以学这些的 否则你违反戒律 有人说 哎呀 没关系啊 师父啊 你就算算命吗 对不对 看看他八项吗 和尚不作怪 信徒不来拜吗 哦 无弥陀佛 对不起 这是中国主持讲的 对不对 那你给他一些方法方便吗 帮他看看吗 然后改个八字换个名吗 那我跟你讲 统统改成 那么本事释迦牟尼佛 不是更好吗 才会改名字更好的话 我就叫做释迦法师了 问题是你改了 你不改你的业跟烦恼 福报还是不会现前的 所以很多佛弟子 你学了佛 可是啊 靠去你们新加坡 最喜欢讲的餐餐嘛 什么东西mixed together 你从来没有想哪些是正统的佛教 哪些是外道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知道在新加坡最有名的叫 司马路观音庙 对不对 那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 大战的时候 炸弹丢下来 结果那个房子全毁了 那一家就没有毁 然后你发展 大家都在摇啊摇啊 对不对 进去 我也买花供 但是我观察了一个 就是大家都去拜 发愿还要还愿 各位有没有想过 菩萨那时候叫你还过愿啊 你来发了愿 将来要还愿 那不是佛教的交易吗 Buddhist 什么Business 各位 所以佛法的入场卷 听佛法是不用钱的 可是外国人文化不一样 他是上一门课 他要付钱 他才愿意去 其实那是外国文化 可是你今天来求佛菩萨 难道菩萨满你的愿 你会发现你就一定要还愿 然后就开什么 打金项链 越挂一条 越挂越多条 然后呢 佛菩萨还要做个什么 铁蛮门 其实这些都不是佛法 真正的佛法是 你发了愿 求佛菩萨给你希望跟力量 但是你要从因缘果去改 你要灿除你的业障 你去拘尽你的资粮 每一个人都发愿 我都懂乐透 我都是第一名考试 那谁第二名呢 每一个人都我发财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人真的发财了 有人不会发财 为什么 有人他的福报现前了 简单的讲 就是他种子种在花园里 有阳光跟水分 他真正开花结果了 有些人是拼命发愿 对不对 没有感应的时候 他就骂佛菩萨 不灵 甚至把佛像丢到河里面 那就是很大的罪过 所以各位想一想 还愿 这不是佛教的思想 这是民间宗教的思想 当然台湾也曾经有灾教过 如是道三家 跟以前的新加坡佛教一样 新加坡要赞叹 在家出家 这么多的法师 尤其是大乘的法师 在这块佛国土里面 关怀了多少的众生 做教育 文化 慈善 法会 消灾 免难 共修 这些东西啊 让各位真正有福报 而不是你拿着这样子 求一求求呢 一丢 拔杯 观音菩萨说好嘞 其实是你自己说好的 那看几率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真正皈依了佛门 你的心跟知见 要永不皈依外道天魔 第二不可以归一外道典籍 第三不可以参加外道协众 就像我刚才举例的 老师不希望小朋友到处去跑 这样他才会学到东西 所以这一段很重要 这是僧文律 比丘比丘你也是这样 但是你现在放眼看 诶 师父你讲的很对 可是事实上现在佛教不太一样 没错 如果在泰国跟斯里兰卡 你说缅甸 或是法师 斯里兰卡 乃至越南 他们法师呢 是帮你看象的 甚至跟你讲 师父求求你啊 我有三个工作 哪一个会发财 那摩奔斯 释迦摩尼佛 啪 这个会发财 真的吗 下次发财 哎呀师父我做前程佛教徒 就啪 师父选这个嘛 师父你说谎 我走错路 我根本没发财 还导电 这样你就开始动摇你的佛法生了 的确现在泰国跟斯里兰卡 很多法师还有这种 到了中国呢 有些法师也会来帮你算命跟看风水 到了西藏 你看到仁波切跟占卜 是告诉你 西藏仁波切没有学过占卜 你是不能当仁波切的 为什么 在西藏那种 古代那种社会不像现代 现在的西藏佛教也改变了 对不对 所有的东西呢 天灾人祸完全是仰仗上师 现在有三个工作 哪一个会比较好 然后呢甚至呢 这个我的女儿啊 要嫁给哪个老公啊 有三个男人要选她 她要请仁波切 站一下补的 所以不一定准的 所以她是以清静 听好清静 而不是商业化的菩提心 去帮助众生 所以在法华经理 注意听 没有开悟之前 不可以读外道剪辑 但是你若归依佛法身 精进送妙法莲华经 定中修成了 见到法华会上佛菩萨 你修成法华三昧以后 开了悟以后 所有一切的经书啊 你都可以讲 你讲四书跟论语 都会讲成佛法的 这是要开了悟以后 所以民国时代 明朝 明朝的偶艺大师 就有一个 叫四书偶艺解 四书我们都读过 以前受教育 都要背的 人之初性本善 但是他用佛法的角度 来解释 孔老夫子更没有解释 更深奥的地方 这本书 四书偶艺解 就非常好 可是他所有读的东西 跟佛经是相应 那是他开了悟以后 才可以这么做 所以这一点 各位 你要想 为什么佛菩萨不会护念我 为什么 我有求不能硬 是第一 你的知见 根本不是正信佛弟子 第二 你的心啊 都是参参 知见也是参参 mixed together 第三 你没有忏除业障 积聚福德之良 当然你的福报 就不会现前 所以请看 世间的文词歌颂 其语 讲一些男男女女 风花雪月的话 凡是非佛所说 都不应该读颂 为什么 你连读佛经 都没有时间了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你怎么还有时间读那些呢 反过来 请看 第六页第二十行 清净法无者 反过来说 菩萨应当 修集精进 常生惭愧 敬奉师长 怜悯贫穷困苦的人 见到比你可怜痛苦的人呢 都用这个身体 劳力去帮助他 这个并不难懂 我就不花时间解释 第六个 菩萨发了菩提心 应该修习 方等跟大乘诸菩萨障 所有的大乘发菩提心的经论 都要无 不疲不愿地学 学不单只有今生 要多生多久学 凡是所佛赞叹的正法 这里的正法包含南传 北传 藏传 都应该尽心尽去学 好 我再问一个问题 在座受过菩萨界的请举手 举手啊 加油 好 比去年好 去年呢 我在大卫中心问 只有小猫两三只 在台湾我们 我告诉你 一个法会里面 几乎呢 三分之二的人 通通都受过菩萨界 这一点我还是要公开受菩萨界 为什么呢 原因是你受 三规五界叫进行受 从这里开始 学佛一直到你断气的时候 你的界就没有了 就像呢 我是比丘 我身上断气了 我就没有比丘界了 三规五界要来生受 但菩萨界是在佛前发菩提心 受菩萨界 它是没有时空的障碍的 所以你发了菩提心到来生呢 不管是要求生哪个佛国土 或来人间继续行菩萨道 你一定会遇到佛法身 一定会遇到良师 义友跟好环境 所以应当发愿去受菩萨界 当然你现在又有问题了 师父你每次讲的都非常殊胜 可是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你怕 怕什么 哎呀这个又破戒 那个又破戒 这个要堕地狱 那个怎么办 不要这样想 释迦牟尼佛也堕过地狱啊 听好 他在菩萨音乐经里面说 若有众生二元献钱 因为受戒 而破了戒呢 比不受戒的人功德更大 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 但注意听 也不是鼓励你说 好吧那受戒比破戒难道就一直破吧 很奇怪哦 众生都会这样 我被修呢 一事之后乱乱想 不是是说 告诉你这个菩提心的功德是很大的 这菩萨界只有大乘跟金刚乘有 你是发愿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应当尽心去受菩萨界 而且听好 受菩萨界不是像皈依一样 一个师父可以 在台湾很多莲友也是怕怕 我就跟他说 你虽然对我有信心 你再不去受菩萨界的话 不要等到你临终断气的时候 信弘法师 你帮我受菩萨界吗 I'm sorry I cannot do that 受菩萨界要三个师父 临命中遇到一个师父都还不错 你还好我再抓两个啊 去哪里找呢 所以啊要把握当下 那你说还没有这个缘 你要发愿 或许你可以到台湾受 也可以到新加坡受 或是大乘佛活土的地方去受 但是你起码要有这个怨心嘛 对不对 就像你啊 假如呢 世间你发愿要读大学 你起码会往大学的目标努力嘛 但是你若完全不发愿 那就永远是家里蹲大学吧 Stay at your home 丢在家嘛 对不对 所以应当发愿受菩萨界 再回来看 七者 第六页 第十一行 希望大家真的 去思维我苦口婆心讲的话 真正的努力发愿去做 看七者 不应该亲近邪知邪见的人 还有恶见 如是七法应当远离 如来说言不见更有语法 身上佛道 如来说没有比这以上七个条件 离恶知识 女色 恶觉 放逸 等等这些邪见跟恶见呢 来障碍你的佛道的 这里的邪见呢 恶见 注意听 有很多很多类 就逐举两类 第一个 喜欢讲灵媒的 感应跟神通的 要远离 我也很不喜欢这种人 我见过很多人 但是我觉得 有些人对一些磁场能量呢 就会特别的敏感 比方说举个例子 假如你很喜欢这种东西的话 你就会去看看三世因果 什么 你过去是国王的话 也没有用嘛 你现在就不是国王嘛 对不对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 生命有些疑惑 你总要去找一些答案 但注意 你越去求一些答案的时候 你会越陷越深 然后呢 你突然就晕到一个人 告诉你 你硬糖发黑了 你磁场又不好了 你是不是常常左边痛啊 你怎么知道呢 你是不是常常有肾脏病啊 甚至呢 你可能呢 夫妻的关系也很差吧 然后你就半信半疑 然后他就跟他 我可以特别的帮你哦 然后呢 不用钱哦 然后他就拿个箱 一一五五一一五五 钱摸摸摸 好摸摸 拖好了 你觉得奇怪 我这个呢 这个很神奇的咧 这么多年呢 没有人知道我隐私 他可以帮我呢 然后要跟他讲 我素是跟你有缘哦 我今生是来度你的 然后你就不知道真真假假 然后你觉得说 哎 不错啊 然后呢他说 你要度你太太 然后讲一些 you are very personal situation 很私人的 或privacy 为什么 他要引起你对他的信任 接下来完了以后呢 就一点一步子指导你 最后完全你就被他思想固制 你就全家人 甚至今天出门呢 要不要拿雨伞 都要先问他 补一下罐 这个呢叫精神导师 其实这是邪见 你小心 不要被人家精神控制 释迦摩尼佛教你佛法 但没有要控制你 释迦摩尼佛向老师教学生 但老师不会去控制学生 真正的好老师 世出世间的老师都是这样 怎么会有人想去控制你呢 但是有些人很奇怪 就是常常要去相信一些奇奇怪怪的 然后就觉得说 哎呀我在茫茫的大海当中 我遇到一些精神导师 他教我一些呢 是别人不能教我 然后他慢慢得到你信任 还告诉你 这是很秘密的 very special secret 你不能跟别人讲了 讲了完了以后呢 然后你会有障碍 请问释迦摩尼佛有用这一套吗 没有 师父也觉得不会用这个 我跟你讲 我用这个的话 我会剁阿比地狱的 我什么都可以不怕 但我怕因果报应吧 对不对 我刚刚讲 你可以欺骗佛菩萨 欺骗人间的人 你欺骗不了佛菩萨 天龙八部 你骗不了爸爸妈妈 就算你骗了爸爸妈妈 你骗不了你自己 对不对 你骗不了你自己的因果报应嘛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不要去亲近那些 磁场能量特异功能 跟什么奇奇怪怪的人 政法很重要 甚至我多年来新加坡奖金 也有去很多地方 我也遇到一些呢 不管是参参的佛教混合不清的 各种特异功能来讲 哎呀 信封法师 你越来越庄严 你斤斤斤斤斤 我说不用你讲我也知道 他说你也知道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呢 华言会上我弘扬大乘经论 对不对 然后呢 功德力本来就很大 那是佛力加持 不是我的力量 我头一年比一年 还要跟你讲吗 当然我剃光头嘛 然后呢 他说你的磁场能量很好啊 对不对 我说不要谈这个 听好 越掌磁场跟能量的人 执着越深 很难出轮回的 金刚经讲 法上阴舍何况非法 举一个例子 四大名山说你去朝圣 你会看到很多佛教徒来 你也会看到一类道教徒一贯道 然后坐在呢 比如说 普陀山 观音菩萨 毗露遮那殿 对不对 法语寺 或处处五台山 戴罗底 干什么 念功啊 吸磁场跟能量 那通通是有违法 就像一个蚊子 跑过来 然后呢 跑过去吸你的血 然后再跑过去 吐出来他的血 那都是有违法 这个都不是佛法 观音菩萨的功德力 你真的能吸得了吗 你要像他一样 发大悲心 救度众生 种因缘果 你才会有向他的功德 而不是坐在那边 吸磁场 修能量 假如这样的话 我教你一个方法 全部人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 都在你家里 每天就吸能量 那就好了嘛 那还三藏十二部做什么呢 那还出家做什么呢 还要持戒收戒定会呢 真的要想一想 佛弟子们 知道吗 在你很多细微的念头里面 碰到困难的时候 事实上你是不相信佛法的多元 所以不要亲近这些人 你好好的羞耻 才是最重要 如此七法 是故菩萨应当远离 但是佛虽然这样苦口婆心说 佛弟子不做那也没有办法 永远会再继续轮回的 接下来亲近法 请看第六页的第二十二行 七者 菩萨应当亲近修学第一异地 就是圣异地 也就是般若波罗蜜 所谓的十相是一相无相 十相一相无相 所以顾名十相 这个大部分都在讲在金刚经破空论 请各位去听 也就是说你要去清静修学 般若波罗蜜法门的善知识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 是跟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的缘很深 在所有的法门里面 不管小朋友 大朋友 老朋友 中朋友 都会念的是般若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生 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常常念般若心经 会让你断除很多细微的执着 有正知正见 远离二知识 所以我可以建议你 所有的功课里面 不管你学哪一传 哪一个教派 哪一个法门 起码你应该念七遍 到二十一遍的般若心经 甚至你也可以念最后的咒语 Gate Gate Bala Gate Bala Sang Gate Bodhi Svaha 念梵文念中文都可以 不要怀疑 语言是空性的 在这里我要公开解释 我虽然学南传北传藏传 但是有些莲友不太善学 注意听 我没有说你错 你不太善学 虽然你有红白黄花的善知识 但不要用金刚称的教法 批评大乘法师 举个例子 妙法莲华经 我不用口传的 金刚称有金刚称的体系 他要灌顶口传跟解说 才叫一个教法 大乘只要能够授识读诵听文 你就可以修 那你会说传承来自于哪里 不用任何人 来自于释迦摩尼佛他本身 他的传承本来就没有时空障碍 这是大乘跟金刚称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并不用我坐在这边 把妙法莲华经念一遍给你 你才可以叫得到加持 不用 你肯真正的念 你自信就可以升起 法华会上佛菩萨的加持 在台湾有很多年有这样 老公公老太婆念普门品 一个字一个字学他会背 普门品呢 一个一个字拜 他拜到呢都产生了法华色力 或灯花色力 这是连西藏的仁波切跟拉玛 都不能否定的 你说没有传承吗 他有传承在你的正性 所以我来新加坡介绍呢 希望能贡献南传北传藏传同时 很多人也欢喜听显密圆容 但是有些人有很不客气 用金刚称的教法去批评大乘的佛弟子 跟法师 你是违反金刚三昧爷界的 你是破戒的 不可以宣秘显密教法 金刚称有他的系统 举个例子 什么叫观音法 一定要巨隔的传承上师 听好 我是法师 但我不是仁波切 我可以教你教法 但是真正灌顶要有传承上师 灌顶 第一个 第二个教你口传 因为口传西藏咒语有很多 第二个 红白黄花里面 Om mani mani ho 观想的方法不一样 有些向右转 有向右转 有些上上 有些人是这样转 有很多方法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你要问你的上师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灌顶跟口传跟解说 才叫学一个教法 这不一样的 大乘不是这样 大乘你遇到华严经 你会遇到华严经 愿意读诵 你就是来自于华严会上佛菩萨的加持 你不用我念一遍普贤行面品给你 所以了解这个时候你才知道 凡所有性都是空性的 实相 很多的莲友不太善学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的莲友 应该更发愿努力要学清楚的道次第 假如你在金刚圣里面 你是遇到皇教 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人 我会很赞叹你 你是有善根的 要很认真学 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遇到宁玛巴 大圆满法的也有 普贤 上师 严教 释迦行 前行 对不对 对 共加行 不共加行 你要一步一步学 那像我也有 红教跟白教的传承 大手印 释迦行里面也有传承加持 一步一步学嘛 那同样的大乘佛弟子 有没有传承呢 有 连尊贵的西藏法王跟大宝法王都公开展看 中国历代祖师的传承 都很殊胜的 为什么我们本身的佛弟子 对大乘的法师就挑战而没有信心呢 对不对 所以你遇到受持读诵书写演说 就像我们法会一样 大家一开始南无本事释迦摩尼佛尼 你念的时候释迦摩尼佛尼佛尼佛尼 所以请看 若诸菩萨欲及得无上菩提 应当清净七法 哪七法 一 善知识 二 清净出家的僧众 包含在家出家的佛弟子 三 要观自己事 不敬观跟无常观 第四 要修柔和忍辱心 第五 要修精进 惭愧 第六 要修大乘经典 第七 这里要讲 修学第一异地的十项般若 好 再看第七页 六 这次讲义的奉献 讲了一天半终于讲到这里 我会尽快讲 我发了愿心 求释迦摩尼佛跟文书施利菩萨 我终于把菩提自量论做了一个科派 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 以及详尽的讲义对照表 以及印度菩提加爷的朝圣 以及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结缘品 昨天结缘的是千波文书 千手观音跟普贤菩萨 是山西大同重散式的佛卡 红色的在外面有一组 可不可以工作人员给我一组好吗 然后呢每一天我们都会有结缘不同的东西 这是我们台湾的联友对新加坡联友的供养 谢谢 就是这一组 非常非常的庄严 山西重散式的 代表智慧慈悲跟怨恨 那设计这样呢是让你可以随身吸带 日本人有一个文化 他们常常喜欢呢 Paket of Buddha 就是小的 像Paket side 因为他们常常出差嘛 他佛菩萨是小小的 然后很装精致的 拿出去戴在口袋里或包包 然后到了出差旅馆呢 他就会先点香 然后顶礼贡牙 就开始念波耳波罗蜜多心经 我觉得这个构想不错啊 带着佛菩萨世界跑 其实世界呢 都有佛菩萨 所以这个设计呢 是免费结缘的 其他微小的结缘品 好 就这样子 希望大家珍惜 请看第七页 标题 菩萨道中圣身建于广大型的结合 介绍龙树菩萨的菩提之良论 这个英文讲过 好 现在请各位看第七页 一直翻 翻到十七页 从一到两百六十颂 这是全部菩提之良论的寄送 好 那先全部呢 我有教对过 也加上编号 编号是我家的 古代是没有寄送的 编号 这是为了是可以帮助你学习 所以两百六十颂 我本来怨心很大 想要讲到九十四颂的 现在呢 打折 大家再打折 我看讲多少就算多少 但是我会按照这个寄送呢 整个科判 每一年呢 把它编下去 希望供养大家 诸供养中 法供养罪 然后呢 这是让大家了解 所以两百六十颂呢 也要讲一段时间 我真赞叹海印法师的传语法师 真有智慧 选一个让我呢 永远不能不来的经论 感恩他的功德 接下来看第十七页 第十一行 三者 看幻灯片 菩提资良论 他有寄送 也有科判 寄送是龙树菩萨 翻译是中国达摩极多 接下来是我翻译的科判 我判的科判 我从今年的六月十三号开始判 好 科判很重要 请看甲一 积聚资良的源起 翻过来 第十八页 第十行 甲二 明了资良的本体 第一资良分为三 甲三 五度波罗蜜 是属于第二资良分二 好 请看幻灯片 注意听 科判是让你了解整个架构 就是这么多的寄送 到底在讲什么 第一 他讲积聚福德智慧的资良 它要有因缘 我昨天比喻说 种玫瑰花一样都要因缘果 发菩提心也是要有因缘的 所以积聚这里的 一般讲福德跟智慧之良 但是以这张三西崇善式的佛菩萨来说 我觉得应该要有积聚 智慧慈悲 跟怨恨的资良 这三个会比较完整 我再讲一遍是 文殊菩萨的智慧 观音菩萨的慈悲 普贤菩萨的怨恨 在西藏里他把它改成三户主 文殊 还有另外一个用大势至菩萨的愤怒声 叫金刚守菩萨 大势至菩萨做代表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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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力量 所以西藏佛教也是从印度传过去的 它是有一点点跟我们文化不一样 但这里我觉得应该是 不单单在聚聚福德跟智慧 还要有应该是聚聚的讲识 你可以写 智慧 慈悲 跟怨恨等三种之良 这个才比较完整 你光有智慧光有慈悲 可是你就是不发怨 就是坐在那边 很有趣的 你有能力 你却不愿意坐 那不就等于你没有双手吗 对不对 第二个甲二明瞭 资良的本体 资良的本体就是要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六度波罗蜜 他一定有他的本体 就像一个大殿里一定有柱子 有一个本体 他有个地基 根本的地基 根柱子 那这个地基 是代表第一支梁 是什么 般若波罗蜜 那甲三五度波罗蜜 代表第二支梁 是代表大殿有五根柱子 注意听 大殿再怎么漂亮 屋顶很漂亮 晶莹辉华 假如柱子是用木头做的 这是一个比喻 现在有很多白虫啊 白蚁啊 这样咬 咬的时候 大殿再怎么漂亮啊 还是会垮下来的 所以可见呢 建一个房子很重要 第一地基要打稳 第二个建材不可以偷工减料 要好的柱子 第三屋顶也要很稳 所以三个都很重要 这个屁育什么 注意听 地基是你的本体第一支梁 波罗蜜 柱子五根代表五度波罗蜜 那你的屋顶呢 那你的屋顶呢 是代表你的佛性 你发了菩提心 往屋顶上的努力啊 这样子的话 你才是真正的圆满 发菩提心的这个佛弟子 接下来看 甲一 请翻开第十七页 第十四行 先讲科判 这个都很重要 寄送的部分 后面会讲 己一 甲一 积聚福德之良分二 以一 果位 无上菩提 以二 因地 行菩萨道 看幻灯片 我用颜色不同标示 虽然我给你的讲义都是黑白的 但是透过教学会能够对你提醒你 注意先讲果 再讲因 果是无上的佛果 我们闺蜜三宝 闺蜜十方一切诸佛 当然所有的佛都是果位 就像博士学位一样 他是发无上菩提 不管释迦摩尼佛 要师如来 阿弥陀佛 东方阿处皮佛 或五方佛 都是无上佛果 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 接下来 以二是讲因地 因地行菩萨道 就以菩萨为代表 广义的说有无量无边菩萨 再狭义的说有八大菩萨 要师经理有讲八大菩萨 法华经理有讲到八大菩萨 八大菩萨呢 因为传承跟经典不同 所以大部分是讲文书 普贤 观音 世智 地藏 弥勒 虚空障 除盖障菩萨 我再讲一遍 很好记 文书 普贤 观音 弥勒 地藏 然后呢 世智 观音世智 对不起 再一次 文书 文书 普贤 观音 世智 地藏 弥勒 虚空障 除盖障 虚空障 一般是从东密 传到日本和韩国 现在大家很喜欢呢 也喜欢念虚空障 这位嘛 增强记忆考试第一名 然后呢 除盖障是指除去你修道的内外的一切障碍 这是八个菩萨 八个菩萨再一浓缩呢 就变成五大菩萨 文书 多菩萨观音地藏跟弥勒 了解吗 中国有四大名山吗 对不对 还有加上呢 弥勒菩萨第五个 对不对 所以 因地是指行菩萨道 代表我们要以佛为果位 佛是我们的老师 菩萨像我们的班长跟副班长 所以看 以一果位无上佛体分二 以决性作为资粮 这是菩提树的根 注意是决性 第二个 在要跟学佛 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表达我们对佛陀的感恩跟学习 在无量的法门里面 这里举了两个特别具体 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以礼拜 要以恭敬跟供养来报佛恩 第二个 请看以二 因地行菩萨道分为二 菩萨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我刚才说 智慧慈悲跟怨恨 但是这一因经文来说呢 科判是 丙一 以大悲的怨心为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呢 是从大悲心的怨力开始出来的 注意哦 我这明天的讲座 我会讲到菩提心大悲心跟五二会 是入中论的 会讲得很深 注意听 跟你平常讲的 哎呀 欢喜就好啊 对不对 帮助别人啊 你理解的慈悲 是第一第一第一的Kindergarten的 你以为弥勒菩萨只求欢喜就好啊 弥勒菩萨非常了不起的 我可以告诉你 我求生极乐世界 但是我也很赞叹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呢 在中国在西藏 他是波耳波罗蜜经现观庄言论的著者 在中国有伟大的瑜伽式地论 他修五重为士官啊 他的禅定是非常深的 他的波耳波罗蜜是非常好 所以才会做 显结第五尊佛啊 你以为弥勒菩萨就是 每个人都吃菜 八道大大就迷在乎走 没那么容易的 每个人都吃菜 我跟你讲 动物也吃菜呢 八道大大 猪肚子也很大呢 可是他们是出生啊 那只是很多法师啊 善巧方便告诉你来学习 可是弥勒菩萨不这么简单的 我后面会介绍他的功德 所以我文殊普贤 观音地藏 八大菩萨我都赞叹 将来有缘叹 哪个地方奖金呢 我再讲 对不对 但是很惭愧的是 这么多佛菩萨里面 我只见过地藏菩萨 在我出家之前做梦 梦到我过去很多事 我一直到现在呢 很惭愧 都还没有看过观音菩萨 但是我对他 信心不会动摇 所以 在这么多佛菩萨里面 归纳里面 以简单说是大悲的怨心 是菩提心 第二个 很重要的 请画下来 以无所求 要帮助力生 是利益众生 才叫报众生的恩 注意上面的秉二 报佛恩 下面的秉二 报仲生恩 请画起来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在报仲生的恩里面 要有一个无所求 无所求是 般若菩萨蜜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 举一个例子 全世界都有一贯道 一贯道他们修行的方法 对不起 就一贯道连有 请不要生烦恼 因为我爸爸 就是一贯道典传师 所以我比你还了解 我差点被抓去做典传师 那时候我出家的时候 我爸爸呢 非常生气 他跟我辩论 我说这样好了 我们两个辩吧 我的叔公也加进来辩论 我说我辩书你 我就去做一贯道的典传师 如果你辩书我 你欢喜心要让我出家 那答案很明显 谁辩赢了 我坐坐这边 当然我辩赢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他辩来辩去呢 都有一个我 他也做很多善事啊 你说他布施施米做桥梁 对不对 供修禅修 做很多啊 但他称心很重 傲慢心很强 我讲他一句 他就很不高兴 我说你渡那么多人啊 可是你渡不了你自己啊 他就非常不高兴 你这小子哪里学来的 释迦摩尼佛教的 无我法 然后呢 对不对 所以他希望那时候我不要出家 做什么一贯道的典传师 光中要主 光大门门 完全都还是一个什么 有所求 我说你修你的道吧 我修我的佛吧 其实道教也不是不好 比没有修行的好 但以究竟佛法来讲 他们还很远的 所以我觉得说 为什么一贯道里面呢 很简单啊 就两个嘛 你会说哎呀师父啊 我们要发心正法 人家众生那么多 你干嘛抢众生呢 众生呢